真是没想过不懂自己家文化的人有那么多 上个视频直接给我干XL了 这期视频咱们就不说别的 就来好好科普一下 这个鲁纳尹游夜 它们到底能不能用 本期视频比较长 建议点赞收藏保存 方便跟人拜托的时候拿出来当教案 这个鲁纳的意思指的是阴历 也就是月亮历 然而我们的浓历并不是纯阴历 而是阴阳和历 其次这阴历和浓历的日子它也不一样 阳历一年是365天到366天 阴历是345到355天 阳历是回归年 也就是地球公转为周期所参考的历法 公历是365天 润年是366天 每400年设立了97个润年 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每年的平均长度 与回归年周期的365.2422天所相吻合 阴历是以朔望月 也就是月向变化为周期的参考方式的历法 所以阴历根本就不考虑地球公转的因素 所以阴历每过三年 就会跟阳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偏长 这样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每过几年 就会发现季节错乱了 但是如果用纯阴历的算法呢 比如说今年冬天过春节 再过17年之后 就在夏天过春节了 所以你们真的想过的是鲁纳New Year吗 我不信啊 另外虽然很多以前古老的文明 他们用的是纯阴历的算法 但是纯阴历的算法 四级病患不容易换算 就容易导致新年可以在各个季节都出现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阳历 但是阳历呢 不适合指引航海和渔业 但是阳历啊 在农业和畜牧业这块的表现很好 所以古罗马后来就一直在用阳历 但是咱们国家却不断地在完善阴阳和历 从而有了农历 并且我们将农历完善得非常好 我国的农历啊 就是兼并着回归年和朔王月所结合 变成了农历 遵寻阳历的时候呢 是反映季节按时更替 从而避免寒暑颠倒 阳历可以指导人民何时劳作 何时休暗生息 由此便来了二十四节气 追寻阴历的时候呢 是与月相相关 便与祭时和祭日 方便指导渔业以及航海 与潮溪相关 由此便有了滞润法则 二十四节气结合的滞润法则 才是农历 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 是阳的部分 是太阳一周年的运动轨迹上的 二十四个等分点 而滞润法则 就是为了保证 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 阳历和阴历的长度 能够达成一致 早在先秦时期 我们的祖先就付出了 我们无法估量的心血 在观测中提出了 三年一润 五年再润的法则 最终发现了 十九年七润 这一个比较理想的周期 这十九年七润 一共二百三十五个硕望月 就是十二个月乘九年 再加上七个润月 也就是六千九百三十九点六九一零天 而十九个回归年 算下来是六千九百三十九点六零一八天 可以说是两者的时间 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农历算法 就是我们的祖先 用他们的智慧留给我们的宝藏 我真的不懂那些说没有必要要文化包容的人 是怎么想的 人家都偷到门口了 你还开着门让人往里进 还有那些出了国之后都忘了自己是谁的人 稍微浅薄的了解了一下别的国家的思想 就觉得中华文化古老落后的人 你们有真正了解过自己的文化吗 你们懂吗 我的粉丝将近百分之十的粉丝都在海外 也就相当于我的粉丝有四千多人都在国外 但我没看见我哪一个粉丝用武娜纽约在过这个新年 反而更多的人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 维护自己国家的文化 你看不惯 你可以过你的节日 但你反过头来嘲讽 那你只能用你的行为来佐证你的人品 而我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 和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依旧会照耀在世界之地 好了 这就是农历的由来 也是农历算法的由来 所以你们要是害想过鲁纳New Year 那请你们在17年以后 要在夏天过 不要再来碰死我们祖先 我们中华祖先 留给我们的农历新年